以前我高中同學跟我說過一句話 他就跟我說 你是我認識的人裡面 貼圖用最多的人 他就說 我沒有任何一個朋友像你一樣 講一句話要附一張貼圖 他就說你貼圖也用太多了吧 沒講一句話 後面一定要貼一個貼圖 有時候不是一個是兩個三個 而且會有連續動作 比如說有些貼圖是那個 有一個人喝咖啡 然後另外一張圖是拿著手上拿著咖啡杯 然後把嘴裡噴出咖啡的 的貼圖 然後我就 我就會 我就會貼 連續的一個拿著被子一個噴 噴咖啡的 沒有文字的比較實用 我教你們貼圖怎麼用 能用到三萬多張 不是簡單的事情 你們需要學一下 我跟你們講 來吧 十五大師專業授課 我教你們怎麼用貼圖 看到朋友 Line你 你就先回個貼圖 不管 不管他內容講什麼 你就先回個貼圖 表示你有在聽 而且你的貼圖 一定要是沒有文字的那種 比如說 奇拉流口水 那張就超好用 我覺得那張會變成我明年第一使用的 使用率第一名的貼圖 那下一步呢 看一下朋友到底跟你說了什麼 然後呢 我建議你們去買個必然航線的貼圖 我建議你們去買個必然航線的貼圖 然後看到那個看起來很鄙視的那張有沒有 朋友不管說什麼都可以貼那張 不管說什麼內容 你先表示你有在聽完之後再貼那張 保證效果拔群 你的朋友一定會覺得你很煩躁 而且 你還可以趁機鄙視他 先鄙視確保不會聚於下風 現在要怎麼挽救朋友 接著呢 就拿出奇拉貼圖 有一張對不起哭哭的貼圖 你就點下去就對了 有沒有其他貼圖很好用 現在使用率已經兩張了 我們三張裡面只有兩張會用到其他貼圖 還不趕快去買 你們要吃嗎 可是這我吃過耶 這我吃過了上面我有口水不太衛生吧 我們班上有同學確診 你們真的要吃嗎 吃我吃過的冰淇 你要 來走吧張開 走吧張開閉上眼睛 然後我直接把它戳進你喉嚨 你要 你要 沒有這是我要吃的 嗯 好可愛 哈哈哈哈 好可愛喔 好可愛啊 我來吃的 我吃過的 你吃過的 但是我吃過了 我吃過了 你吃過啦 我吃過 你吃過 你吃過的 那你知道嗎 我吃過了 你吃過 你吃過嗎 我吃過了 你吃過了